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 請宣讀 本日會議蒸列報告事項 邀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夏立妍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林忠生 內政部部長陳薇仁 法務部次長及外交部次長就兩岸事務首長熱線啟動情形 兩岸協議對於國人人身自由與安全保障機制 及國人於肯亞遭強制潛中案處理行程 提出專題報告並被執行 另請國家安全局派員列席備詢 宣讀完畢 好 這個我來介紹一下列席的官員 我們的陸委會主委夏立妍夏主委 那另外包括法政處 企劃處 文教處 經濟處的處長都有列席 另外海基會董事長林忠生林董事長 那內政部的陳存敬政府次長 那個部長今天有請假 警政署的黃忠仁副署長 刑事警察局的黃佳露副局長 移民署的張祺章副署長 那另外外交部的侯青山侯正次 謝謝 西亞及非洲師的鄭偉副司長 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師陳文啟陳司長 另外就是國安局第三處的賴運程副處長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進行尋答 那因為我們今天這個跟我們委員會報告 今天這個我們今天的議程 那除了說有這個我們今天的專案報告之外 還有選罷法我們繼續審查 未及審查的這個部分有一些條文 那所以今天的這個發言的時間我們還是控制在10加2 那非本會委員發言的時間是8加2 那第一位委員發言完畢之後我們截止登記 那我們先來進行專案報告 那首先請夏立元主委 來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今天陳盟郭委員會邀請就兩岸事務首長熱線啟動情形 兩岸協議對於國人人身自由與安全保障機制 及國人與肯亞遭強制遣送大陸案處理情形進行報告 以下警就本會說明盡情指教 本105年4月8號大陸將我8名因涉電信詐騙案件或肯亞法院判決無罪 且當庭釋放的國人壓制大陸 4月12號陸方再將我在肯亞37名 其中15名已與前接8名國人同獲判無罪 另外22名是4月8號肯亞警方新破獲的另外一宗電信詐騙案件 國人送往大陸 本會處置的作為 第一本會長期以來積極關注本案 自103年11月肯亞破獲相關電信詐騙案件 將我方相關涉案國人關押審判之後 本會及持續與外交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等相關機關 保持聯繫及高度關切相關審判進行進行 本會提出相關人員應由我方處理 並向陸方表達嚴正抗議 本年4月8號本會接獲刑事警察局及外交部告知 陸方你將我8名或肯亞法院判決無罪 且當庭釋放的國人壓制大陸 於第一時間向大陸方面提出我方立場 說明本案相關人員應由我方處理 如陸方仍有其他案件偵辦之需求 可透過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聯繫 並要求國台辦應積極協調有關部門 儘速釋放我方民眾不得強壓制大陸 為稍後及獲息確認我方民眾已遭陸方強行帶往大陸 本會殉疾於當日晚間向陸方表達強烈抗議 對於陸方此舉違反坑壓法院裁定 嚴重侵害我方民眾權益 亦罔顧雙方自民國100年以來 處理類似案件所建立的 雙方人員各自帶回的默契 更傷害台灣人民感情 對於兩岸關係的嚴重影響 陸方應負完全責任 本月9號10號間 本會出與外交部刑事警察局保持密切聯繫 持續關注案情後續發展 並積極與陸方溝通 也表達儘速接回8名國人 對於仍在坑壓的其他國人 政府也表達儘速接回台灣 並提出進行兩岸事務首長熱線通話等訴求 使我方於4月11日接獲陸方 以依據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協議的規定 通報我方刑事局8名國人 目前居留於北京海定區看守所 本會於4月12日16時50分許 啟動兩岸事務首長會議 本人在熱線中指出 我方前於4月8日已對陸方表達 陸方於8日強將我方在肯亞獲判無罪的民眾 8人壓制大陸一事 未顧及雙方自2011年以來 雙方處理類似案件所建立的共識 也就是雙方在第三地合作打擊犯罪 都會在事前事中及事後知會對方 並協同行動 對於人員的處理也是各自帶回 陸方同時也違反肯亞法院裁定 不得將我方民眾送出禁止令 嚴重侵害我方民眾權益 且對我方反映辭味回復 使兩岸互動受到外界抨擊 12日陸方又在肯亞 將我方民眾三七人強行帶往大陸 無視我方提出陸方應送返8名 已送大陸國人 並接回仍在坑亞的15名國人的呼籲 嚴重傷害兩岸8年來所建立的互信 我方再次表達抗議 針對本事件 本人繼而向陸方提出具體主張 第一 4月12日被陸方帶走的我方民眾三七人 在抵達大陸後 陸方應立即依據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協議規定 進行人身安全限制的通報 第二 我方希望競速安排由法務部 刑事局 本會及海基會派人組團附路 了解相關案情 並協調後續事宜 並先行探視受押人員 第三 依據過去雙方合作模式 陸方應警述送回 遭羈押的在大陸的45名 我方民眾 第四 我方相關人員及家屬 將附路探視在肯亞 遭陸方強壓著中國大陸的國人45人 請陸方積極協助安排 第五 為避免此類似案件再度發生 雙方應警述透過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平台 商討合作打擊跨第三地的電信詐騙犯 常態處理方式 大陸國台辦張主任回應表示 對於我方所提人身安全通報 家屬探視 相關主管機關主團附路了解案情等 均會向大陸相關部門轉達 緊述回覆 本會立場 第一 對於中國大陸外交部近日記者會內容 將全案導向一個中國政策 我方絕不接受 本會再次強調 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 有完整的司法管轄權 我政府依據中華民國憲法 所主張的兩岸關係定位 絕不會因為中國大陸任何作為而有所改變 陸方也應該積極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現實 第二 大陸方面應珍惜七年多來兩岸互動成果 基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 大陸方面應珍惜七年多來 得來不易的互動成果 尤其是兩岸業以建立官方聯繫管道 雙方更應持續透過 持等聯繫機制的基礎 朝促進兩岸良性互動 保障兩岸人民福祉等方面 共同努力 第三 不宜因本案抹煞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協議 歷來執行成效 兩岸至98年 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協議 經由兩岸聯手破獲的 跨境詐騙集團案件多起 我電信網路詐騙的案件 發聲訴 由本協議簽署 民國98年起 當年的38802件 開始逐漸減少 到去年僅剩21100件 為98年詐騙案件的54% 受害金額也從98年的102億 逐年降到去年的35.17億 為98年詐騙案件的34% 透過本協議執行的強化 有效遏止過去詐騙集團 囂張的氣焰 是以時不宜 因本案完全抹煞本協議 多年來的執行成效 第四 政府絕對會 維護國人權益放在第一位 本會將協請相關機關 持續要求陸方對於 4月12號被陸方帶走的 三七名國人 在抵達大陸後 應立即根據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協議規定 進行人身安全限制通報 並協助45名在陸國人的家屬 附陸探視 第五 本會將會同法務部 刑事局等相關機關 駭員附陸了解案情 並積極與陸方展開溝通 務必僅速將45名國人 送回我方依法處理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謝謝 好 那個接下來請我們海區會林董事長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今天曾要向貴委員會來報告關於兩岸協議 對於國人人身安全以自由的保障機制 以及國人以肯亞遭強制遣送大陸案來辦理情形 僅惡要報告如此 那我想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急速複製協議 我們海區會跟大陸海區會在我們98年簽署 是在6月25號生效以後 那麼現在事實上已經建立機制 那麼這個機制裡面的第12條 特別有規範 對於人道探視的部分 雙方同意即時通報 對方人員被限制人身自由 非病時或口疑為非病時的 那麼這個重要信息來相互通報 在這個基礎之上 事實上我們海區會跟海協會 又在101年簽署了 海峽兩岸投資保障跟促進協議 那麼這個簡稱投保協議 事實上我們又達成 那麼主要有任何我們這個 對國人在大陸投資 受到人身安全自由的 這樣一個限制的時候 要在24小時之內 那麼通知 那麼根據這個公司 我們能夠進一步來加強投資人 那麼他跟相關人員的人 人身自由的安全保障 那麼在這樣一個協議基礎之上 我方已經建立了一個人身自由 跟安全保障的這樣一個機制 那麼是由共黨協議 這個主管機關 現在這一部分是我們 這邊是以法務部 法務部又涉錢了幾個單位 包括警政署 調查局 移民署 海行署等等機關 分別都跟對方的對應機構 建立了聯繫窗口 即使來相互通報 共同打擊犯罪的這個案件 那麼一直到98年 從98年6月25號生效到現在 那麼我們統計到今年的5月29號 陸方事實上已經通報的案件 已經3466件 那麼對於肯尼亞這個案 我們還機會協署的進行 我們簡單歐藥報告之下 那麼第一部分 我們已經在4月11號中午 那麼透過兩岸緊急 兩岸兩會緊急聯繫的機制 我們向大陸海協會 那麼嚴正表達我方 對於本案的高度關切 要求陸方檢視 釐清案情 並將這個8名國人 趕快送回台灣 對此海協會表示 他們會儘快 去了解案情的協處 那麼同一天 我們又氣喊海協會 表明雙方 我們從2009年 簽使這個協議生效 這個以來針對犯罪 涉及第三地的部分 兩岸已經有過自 接返幾方人員的共識 跟合作的模式 雙方精英遵行 為陸方這次沒有遵行 接不應處理 將8名我方人員 強行帶往大陸 越以嚴重侵害我方人民的 基本人權 對此我們表示嚴正的抗議 要求陸方立即將8人 那麼我方人民送返台灣 並這個要遵行兩岸協議 跟雙方這個建立的共識來處理 另外那麼兩岸已有共產協議的這個機制 所以我們把這個處理情形 也立扣都涵告這個法務部警政署 同時那麼也這個付支我們的陸委會 那麼4月12號上午 那我們再度那麼透過兩岸兩會 緊急聯繫的機制 去洽詢海協會 到底處理的情形如何 海協會也立即已經回復 說他已經立即將我們氣喊 給大陸各有關部門 在審慎處理當中 那麼也會我們本會也特別聯繫了 這些家屬來表達關切 說明我們扁會政府協處的情形 也告訴他們我們將持續來提供必要的協助 那麼到4月12號下午 那麼我們又行兩會 那麼這個緊急聯繫機制 就另外有37名 那麼媒體報導說 那麼這一部分又被陸方強行 那麼這個壓網的這種情形 要陸方給我們查明到底實情如何 那麼來表達我們嚴重的關切跟抗議 那麼後續我們會繼續處理的是 那麼我們這個4月11號已經被送的這個8人 那麼我們陸方事實上已經回復通報我方 那麼了解現在是激流在北京市的公安局海電看守所 那麼我們海基會跟大陸海協會 我們透過原來的這個管道啊 積極向這個陸方來教授 要求海協會協調有關部門 警示公佈案情說明強行帶往大陸的原因 並應將8名國人警示送還我方 那麼這個在8人還沒送還以前 如果家屬希望請問探室的話 陸方應該協助提供必要的協助跟便利 那麼另外這個肯亞那邊的狀況 現在又有這個37人被送到大陸去了 那麼還有5人大概6月6號他們會有這個才會做判決 那麼這種情形呢 那我們會剛才我想陸委會已經把政府的政策 跟兩岸熱線那麼這個通話 那麼要求陸方處理的情形呢已經做了說明 那我們會配合政府政策 那麼來採取必要的作為 那麼要求陸方切除遵循兩岸協議跟共識 來保障我們國人的權利 以上報告盡情指教謝謝 好那接下來我們請這個內政部陳次長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今天內政部警救國人於肯亞涉案 遭中國大陸強行遣送這個案子 政府應有之作為檢討關於本部權責的部分 來跟各位做報告如下 我大概分三個部分跟各位做報告 第一個部分是這個案子的背景事實 第二個部分是我們警政署的警務秘書在現場的處理情形 第三個部分是我們台北警政署處理的情形 跟各位做報告 首先就由於這個案子的背景的事實 跟各位說明 這個案子其實一共牽涉到三批的這個 所謂的涉嫌電信詐欺的嫌疑犯 一共有三批 前兩批的話是在民國103年 也就是前年11月30號 在肯亞的首都 由於一場的火災 在那個社區分別被查獲有兩批 第一批一共查獲37名 這個第一批我們叫A處 其中37名裡面有23名 是我們台灣的同胞 另外陸籍的大陸人士有13名 以及一個泰國人 所以一共37名 那第二處被查獲的 我們叫B處有40名 這40名當中有5位台灣的同胞 另外35位全部都是大陸的人士 那經過我們初步的了解 這兩批人 他們所做的這些犯罪的行為 在我國的國內 沒有民眾受到損害 沒有在我們這邊有案子 那被害人 以大陸地區的民眾為主 所以肯亞的警方 依涉嫌違反當地 有三個罪名把他們逮捕 第一個是無照經營電信業 第二個罪名是 無照使用無線電的電信設備 第三個罪名是組織犯罪 有這三個罪名的嫌疑 將他們逮捕 進行這個激押 那這兩批人 經過肯亞政府主張司法管轄 並由肯亞法院 經過一年多 在4月5號針對第一批人 也就是37名 其中裡面有23名 我們台灣同胞的這一批 在4月5號的時候 宣判他們針對上訴那三個罪名 宣判是無罪 當庭釋放 那這些人前往肯亞的警局 要索取護照的時候 突然遭到肯亞的警方 來非法拘留 並且在4月7號 禁止將這些人移交中國大陸 駐肯亞大使館的人員 其中有八位 也就是說我們在昨天跟前天 大家所講的八位的人士 加上另外兩位陸籍的人士 一共有十位 在4月8號的晚間 就是台灣時間 4月8號晚間 6點35分的時候 由大陸的人員安排 這個搭乘中國南方航空班機 就帶往大陸 那另外B處 B處的人員有40個 剛剛我講說有五位台灣人 剛剛海基會的董事長也有說 是將在6月6號會宣判 所以現在目前還是積壓在肯亞 那另外8名以外 A處的原來23位台灣同胞 8名是被送到大陸 另外那個15人 那個時候還是被積壓在肯亞的警方 那另外啊 剛剛講4月8號送回大陸的同時 另外在4月8號 同時又破獲了 在這個相同附近的地區 一處的高級住宅區 查獲 有41人的這個另外的這個涉嫌 的這個集團 其中有20位台灣人 那這個我們警政署啊 有派駐配屬外交部 在南非啊 有警務警政的這個 警務的這個秘書啊 他聯絡這個聯絡官 獲知本案消息後 就即刻趕往這個肯亞的警察局去收證 並且向陸方人員表示 兩岸已經有共同打擊犯罪的合作模式 本案應該比照這樣的方式來辦理 但是肯亞的警方啊 仍然是配合大陸的使館人員 阻止我們這個警務的秘書啊 繼續參與 所以啊為了避免這個本案 剛剛的那個22人 是後來被查獲的這些人啊 遭這個肯亞以相同的手段 交給大陸的人員啊 所以刑事警察局啊 也盡速通報法國部 及行政院的大陸委員會 不料啊在4月12號上午11點的時候啊 肯亞的警方 將剛剛我們所講的15位啊 就是22 第一批的23人 扣掉8人的15位 加上4月8號 這個查獲的22人 一共37人啊 同時啊 也在4月12號的中午12點30分啊 全數把他送往大陸去 所以到現在為止啊 所以在大陸的我們台灣同胞 一共有45位 另外還有五位啊 也現在在等等待這個6月6號的宣判 被擠壓在肯亞的這個警察局 那第二個部分啊 跟各位報告一下 事情發生的時候啊 我們的這個警務的秘書啊 在當地啊 在當地啊的作為啊 因為南非啊 跟這個肯亞其實相距有3000公里 所以啊 知道他們啊 第一批4月5號被釋放啊 無罪的時候啊啊 這個南非的陳大使啊 有派我們這個警政秘書 4月7號出差到肯亞 以急難救助的立場啊 掌握 並且了解國人在肯亞涉案的這個開庭結果 那發生了肯亞警方違法拘留一事 我們的這個警政秘書 馬上啊 配合當地的律師啊 將肯亞警方違法拘留的這個事情啊 由律師聚狀送到肯亞高等法院 申請緊急裁判 並且在4月8號的下午5點的時候啊 成功取得這個禁制的這個 核發的這個禁制令狀 旋即奔赴肯亞的這個國際機場啊 這個他首都這個奈洛比的國際機場 但是他們的航空警察局的這些警察啊 並不理這個令狀 所以啊 也就不採納這個不理法院的這個令狀 也就把這些人啊 讓中國大陸使館人員啊 在6點35分啊 坐上6點35的飛機飛往中國去 那我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接獲上庭以後啊 立即我們就依據通報程序啊 向法務部以及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來通報 那這是在現場發生這樣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警務秘書所做的處理 那在我們台北警政署這裡啊 接獲這個警務秘書的聯絡 反應以後啊 就洽請大陸的公安部 以及廣東省公安廳 跟港澳台辦公室聯繫的窗口 來查證說第一批前面的八人啊 到底啊這個情況怎麼樣 那依據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以及司法互助的協議啊 第十二點的人道探視啊 那後來這些37人的部分呢 我們也是會 所以我想他們現在已經落地了 已經到大陸 我們也要尋相同的這個手法 來請他們通報這些人的下落 那剛剛海基會以及我們陸委會啊 都有做後續相關處理的報告 我們就不再重複 以上就事實以及我們處理的部分 跟各位做報告 謝謝大家 好 接下來請這個外交部的侯次長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大家好 今天本人應邀向大院內政委員會 就在肯亞涉及跨國電信詐騙案的國人 遭中國大陸強行遣送案 本部的處理情形進行報告 進行各位委員不令給予指導 那這個本案的案發 經過剛才陸委會內政部還有海基會 都已經詳細說明 就不再重述 那我就對外交部的作為提出報告 第一個這個 在103年本案案發後 外交部就指示 駐南非代表處 積極的進洽肯亞政府 主張我國 基於國際管轄原則 對本案國人具有管轄權 設法參與調查 以確保涉案國人之權益 第二 在104年2月至105年4月 就是肯亞地方法院 在審理這個案子之間 由於他們進度緩慢 而且一再拖子延期 那我們也多次派員前往法院旁聽 並且探視28名的國人 另外也請履居在肯亞的僑務委員 就近前往探視 並適時提供必要的協助 如提供食物 書刊 內衣庫等生活用品 第三 這個 在這個多次派員探視國人的期間 中間有10名的國人是被釋放 所以我們也協調刑事警察局 從台北派員到肯亞 這個協助接運這10名國人 第四 4月8日這個獲悉 中國大陸駐肯亞大使館 要匯同肯亞警方遣送我國人之後 本部立即指示駐南威代表處 運用一切管道 積極向肯亞方交涉 要求肯亞的警方依法庭判決 釋放我國10名受壓人 第二 本部也立即通報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法務部及刑事警察局 除向陸方表達原證抗議之外 也要求陸方尊重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模式 勿強制遣返我國人到中國大陸 另外 駐南威代表處警務秘書 在4月7日抵達肯亞後 也就是法庭判決我國人無罪之後 第二天就到警察局探視遭居留的23名國人 並且向警局主管強烈抗議 要求釋放我國人 4月8日第二天上午9點起 就透過涉案的國人的辯護律師 緊急向奈洛比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 並持禁制令在下午1點15分趕到肯亞機場 判能及時阻止陸方強壓我8名國人赴大陸 但是被拒絕 4月8日也是同一天 也以肯亞警方違法違憲 拒絕我國23名國人及陸方強行壓軸 其中8人有違人權 甚至觸犯辱人罪為由 向肯亞國家人權委員會請求協助 或該會專員 向肯亞國家人權委員會請求協助